好,那我不要紧,我们今天上矩阵,矩阵跟行列式很像,只是矩阵我们是用圆挂,在这边是圆的挂风,就是尾端,你可以看到它是圆的了,所以这个是MATRIX矩阵 OK,那它有分行跟列,那我们打横的我们叫行,所以这个是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那这个的话呢,这个是行,然后这个呢,我们就叫列,行跟列 OK,好,一样的啦,数排是列,然后横排是行,这个跟这个行列式是差不多的 那里面的每个数目呢,我们就叫它元素,这个应该也一样,所以比如说我们是A11,就代表第一行第一列,第一行第二列,第二行第一列,等等的 我们就叫A11,A12,然后A21,这样子来表示啦,所以从前面的那个是行,后面的是那个列 OK,所以比如说A32,就代表第三行第二列,他们是以I跟J来表示啦,I跟J,然后I呢,基本上就是M,M以下 J的话就是N以下,那这个矩阵呢,就是M,M乘N的这个大小 啊,矩阵跟行列式呢,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在于,呃,矩阵可以是,呃,可以是不同行,不同列的,就是,不一定是二乘二,三乘三,四乘四,对吧,行列是一定要的,二,二,如果是二行,就二列,啊,不可以是三列的,但是矩阵可以,啊,它可以是二乘三的,啊,也可以是三乘三的, OK,啊,如果它是,呃,比如说,如果它是两个相等,这个我们就叫做第几阶的方正,我们就不用写三乘三的嘛,对不对,啊,如果是方正的话呢,就understood它一定是,呃,三阶就是三乘三,二阶就是二乘二,啊,就是很简单,那如果是只有一行的话,那它就叫做行矩阵,呃,一列的话,它就叫做 这个,这个应该是比较少接触啦,啊,只是怕说它的题目出现了,呃,这样子的名词啊,学生会会愣了一下,啊,所以,这个应该也不是这么重要,啊,也没有怎么,好像没有怎么看到了,啊,只是给你,给一个概念,啊,好,相等的矩阵是怎样呢,啊,相等的矩阵呢,就是说它每一个元素都要相等,啊,所以比如说, A跟B相等的话,呃,它的,呃,它的每一个元素都要相等,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体立体,啊,A,A加B,D跟C,那这个另外一个矩阵呢,就是5加B,A加C,然后C,然后,啊,减,减1,那你就会看到,哎,我的左上角就要跟左上角的一样, 啊,A加B就要等于5加B,A加B就要等于C,D就要等于A加C,C就要等于负1,那你就解这个啦,这个应该是负1就可以解出来了,然后应该在这两个就可以解出A跟B来,啊,解出A跟B来了之后呢,再代形进来这里,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我们要试下做嘛,啊,A-B,你会看到这个,它就直接的给你啦,它的答案是多少啊,应该是这个带进来,所以如果我两个相加是2A,2A等于4对吧,啊,这样A就会等于2,啊,对了,OK,A等于2,那如果我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应该是2B,啊,呃,下面的减上面的啦,应该就是负6,所以B就会是等于负3,也对了,C等于负1,这边已经有了,然后D等于多少呢,就是A加C,啊,A加C就会得到1,也对了,OK,so这个是它直接是讲,哦,解放真主,它也没有告诉你感觉啦,啊,真正来讲,我们应该要,啊,列出来给你,啊,列出来,然后做出来, OK,感觉上这个我好像上过了,文科班呢,好像就是上过了,然后我文科班的,呃,比较快一点,他们的上法又不一样哦,啊,在理科班呢,我们是先上,呃,航列室,然后再上这个,呃,巨阵,他们是mix起来,在一个chapter上,所以是比较特别,OK,呃,不会乱吗,呃,其实他们有他的研究过了,他的, 顺序,就是说他可能先上一些,呃,这个矩阵的,然后再上一些,呃,这个矩阵式的,mix的上的,当然人家已经有研究了,呃,文科班的课本是比较新的,啊,所以他们,他们合起来,他们有他们原因合起来,我觉得他们比较好了,不过不要紧了,好,一样的啦,呃,这么多年来我们,呃,这个课本也上了这么多年, 也,也,也培养出这么多人,呃,呃,数学厉害的人,所以这样,这样的顺序也是ok的,啊,没关系,啊,各有各的好,OK,灵聚症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看了灵聚症,啊,灵聚症是所有的元素都是零,啊,所有的元素都是零,啊,所有的元素都是零,所以流, 如果你讲说我要零聚症,ok,你还要告诉我,他是什么size的,二乘三的,还是二乘二的,啊,还是三乘三的,都不一样的零聚症,其他都不一样的,啊,他都不是,都不是相等的,啊,零聚症跟零聚症之间可能都未必是相等的,他一定要是同样的size,啊,所以零聚症可以有不一样的size,啊,这个要注意的,ok,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2.2的部分, 我们要看加法,那加法的话呢,第一点你要注意的是,他们的size一定要相等,他是m乘n,这个也一定要是m乘n,然后呢,每一个同样的位置相加,ok,就比如说A11就要加B11,A12就要加B12,所以以此类推,全部的元素,分别的加起来,分别的加起来,那, 这一个交换率是什么,啊,就是A加B会等于B加A,啊,这个加法是有交换率的,结合率呢,就是我A加B加C的话,我先做A加B,还是先做B加C,都一样,那这个就叫结合率,所以这,这一个呢,他是符合的,ok,加法是符合的, 惩罚就不是了,啊,等于我先卖个关子,惩罚,惩罚的惩罚了,是不可以交换的,词典我们再讲为什么,ok,所以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能讲,哎呀,不是废话吗,交换率,这个我们数学上, 加法就自然是有交换率的,啊,惩罚也自然有交换率,哎,但是在矩阵的时候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清楚,什么情况是可以交换的,这个情况,加法,矩阵加法,可以交换,啊,你才交换,惩罚,抱歉,不一样的,ok,等下我们再讲,ok,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啊,提醒,啊,A加B,A加B,A加B,所以先看它的size啊,这个是三乘三,三乘三,OK,可以加的,这个是一乘四,这个也是一乘四的,也可以加,这个是三乘二,这个也是三乘二,可以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加法怎样说,三加一,OK,所以说先写一次,然后三加一写在这个位置,一加零写在这个位置,五加, 二减二写在这个位置,二减一写在这里,零加三写这里,四减一写这里,一加二写这里,三加四写这里,七加一写这里,OK,so,加起来了,所以当然这一步需不需要写啊,这个是不用写的啦,啊,这个是因为它刚刚开始,啊,教你们,啊,所以它才写,啊,那你们以后,考试的时候需不需要写这个啊, 啊,不用写的,OK,这个其实不用写可以跳的,所以你可以,其实是我们要三加一得到四,你直接写四就好了,这个是得到一的,这个减这个得到,啊,五减二得到三,二减一得到一,零加三得到三, 四减一得到五,一加二得到三,三加四得到七,七加一得到八,OK,so,这个step呢,是这一个立题写给你罢了,啊,考试的时候不用写,可以直接skip,OK,so,这个,你看啦,第二步它就懒动写了, OK,一,四,五,七,二,一,三,复二,它写,超一下那个题目啦,不然的话,翻上翻下很辛苦,看,二加一,一加二等于三,四加一得到五,五加三得到八,七减二得到五,OK, OK,这个也写一下,一,一减一得到零,五减五得到零,复二加二得到零,零加零,零加零,零,好像全部都是得到零的,OK,所以,这两个相加呢,就得到一个零聚证了,对吧,三乘二的一个零聚证,OK,so,显然对于任何聚证A呢,都会有一个A加零, 等于零加A,会等于A,OK,就这个,嗯,嗯,这个是什么用意呢,呃,OK,反正如果你加一个零聚证的话呢,相信它会没有改变啦,对,而且你交换呢,也会一样的,呃,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重要吧,然后A,减B呢,呃,会等于A加一个负B,所以如果我们减B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啦,每个位置相减,好,三减一,啊,得到二,一减,一减负六啊,就会得到加六,所以得到七,二减三得到负一,零减二得到负二,负二减一得到负三,哎,五减负二就加二啦,就得到七,所以这个只是告诉你,啊,减法也是一样这样子, 位置对位置的加起来,OK,呃,我们来看一下2A的部分应该是要让你们做的,但是有一些很费啦,啊,所以比如说这个是第几,各为和阶,嗯,这个应该是三乘一啦,对不对,先讲行,再讲列,所以这个是二行三列,二乘三,这是三阶方针,你可以写三阶方针,你可以写三乘三, 哎,不过不要紧啦,啊,他,既然他的课本这样子写,我们也跟课本,这个就写三阶方针,alright,这样子,OK,so,A23是什么元素,这个我就做给你啦,第一题做了,第二题,第二行第三列,所以这个是三啊,哎,对吧,三四的话,第三行第四列啊,所以是七啊,OK,所以这个 如果你做反的话,你当作是第三列第四行的话,你就看到,哎,没有啊,没有这个元素,OK,所以这个是一定是前面是行,后面是你的,这个也做了给你,太简单了,不用做了,啊,哎,这一题,啊,这一题,等,相等的,就是2加X等于1,这样X应该就会等于负1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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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对,等于负1, 这样3减Y等于0,这样Y就会等于3哦,啊,这个也很简单,做买便宜啦,3加X得到1,啊,要对位置啦,2跟2一样,5跟5一样,不用看的,3加X得到1,这样X应该就会得到 负2啦,有没有,啊,4减Y得到3,这样应该是得到,呃,Y等于7啦,啊,这个拉过去,这个,等于7 OK,所以第三题也做买便宜啦,啊,啊,所以其余的是加法,那你们可以去做一下,OK,所以做4到6完了,这很简单,OK,嗯,大概是这样吧,剩下这个的话要怎样做呢,啊,有一个,有些学生就是说,在,在,呃,把它设成A,B,C,D,四个位置数,然后再做,呃,但是其实你也不用了, 啊,这个的做法呢,第七题的做法,呃,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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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它跟我们的数学很像的,把加法呢,拉过去就变减法,也就是说呢,啊,这个保留,这个拉过去变减法,你可以这样子做,OK,那我们就做减法就可以了,每个位置这样减,你就可以得到这个,X距盝了,啊,就不用色,成4个位置数, 然后再讲解这个四个位置数到底是多少 这个那个就很麻烦 OK,这个第七题呢 用这个方法来解 没问题 我没写错啊 嗯,有什么问题吗 对啊 哈哈 有预期到也是很好的啊 OK,好 那2.3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存量计 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我看了好久啊 存量计是什么 哦,它的看下面就大概懂了 它其实就是说如果k是一个常数 只有一个数目罢了 我们就叫存量 存粹是一个量罢了 我们叫存量 存量 然后k就是乘法 所以也就是说它乘一个常数 一个只有一个数目的常数 我们要怎样乘 OK 那行列四你还记得吗 行列四我们如果我们乘进去 我们只需要乘 任意一行 对吧 任意一列 啊,这个不一样了 这个矩正的话 它是每一个都要乘的 每一个元素都要乘 每一个元素都要乘 看到吗 每一个都有k 所以这个是行列四的 跟矩正的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OK,所以要注意一下 啊,那还有的就是呢 这个 如果 a跟b都是一个m乘m的一个矩正 啊,还有l也是一个常数 然后它会有这个法则啦 啊,然后不难验算的 就是k乘a加b的话 你可以是写成k a加kb 感觉上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数学的 数目的时候处理呢 是差不多的 那k加 k加l再乘a的话 你的a也可以乘进去的啦 就变成ka加la 这个也一样 k乘l再乘a的话 你可以l乘a先 你也可以k乘l乘在一起的 再乘进去a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跟我们的数学是很相像的 呃,不可以的话 我会 我会再三提醒的 OK 如果是不可以这样子处理的 我会再三提醒 不好意思 这个scan到不神 每个人我 帮一下课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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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劣势 诶 诶,这个好像是 诶,几年了 去证了 第几年了 24年了 啊 哎呀 我这个课本也的确是nastic了 还好啦 可以看到一点 所以是-3 然后 2a 上面的这个里面是1 然后是减低的 啊 减低 呃 加细啊 加细 OK 所以要求这个东西怎样做 哦 这个好复杂哦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啊 所以 当然他的 哦 这下面有 我写的这么辛苦 哈 OK 所以他怎样处理呢 他就讲说 哎,我们不要这样子 啥啥这样子 乘乘进去 ABC全部这样子带很辛苦的 OK 我们先把2乘进去 再把3乘进去 -3乘进去 啊 -3乘进去 然后 变成2a 加2b -4c 对啊 -3乘进去 -6a 复复得正加3b 然后-3c 然后再加4c so在这里的话呢 看到什么呢 4c跟4c可以越减 对吧 然后a跟a加在一起 好像是-4a 啊 然后这个是5b 然后这个是-3c -3c 啊 这个时候你才带 啊 带的时候 呃 -4啊 5啊 -3啊 才沉进去 OK -4沉进去 呃 -4乘3 -12啦 4-416 -16啦 这个是-4啦 这个是-4啦 这个是-8啦 然后这个是0啦 呃 呃 这个是-28 这个复复得正 得到4 4-32 然后复复得正 然后这里等于0 哎 这个好处理很多 因为00了 你可以不用看了 111-1 很简单 所以就是5-5-5-5 OK 那-3 呃 他不要用加 他不要用减法 因为有很多学生 减法的话会错乱的 所以他连减也直接沉进去 然后做加法 就比较容易一点 OK 复也沉满进去 复6 欸 复复得正正三 复3 然后复复得正9 0 然后复复得正12 这个是复3 这个也是复3 然后这个是复6 OK 然后就纯粹全部加法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三个 直接的加起来 -12加5 再-6 嗯 -18 -18加5 应该是-13 OK -13 好 这个0公里 -16加3 等于-13 也是 然后-4加5 得到1 1-3得到-2 -8加9 得到1 0 0 0 -28 加5 5加12 应该是17 tended TO 17 -1 -11 4-3 得到1 12 -5 -3 -8 12-8 应该是4 00-6 所以就等于-6 好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行石处理 不然的话你abc,abc,abc 这样子带,哇,你挣脱东西是非常很大的 这个你整理成这个了 ABC,只有一个A,只有一个B,只有一个C了 才带的话呢,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OK,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好像立体很少的感觉 这本课本的不好处就是它立体不是很少 老师讲解了一两下呢,就叫你做了一大堆东西 好像很难的 感觉,OK,所以这个,嗯,这题简单的 我就做一下吧 还是要我做男的 啊,这个就是直接乘4啦,这个应该可以 越来越看它,它4301312 meant 然后nych,然后中遥,然后 disorder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了 OK,EA表示B,EA表示B,O表示B,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呢,好像是4乘2,4乘3,4乘6,4乘5,所以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B等于是A,它其实要你用肉眼观察罢了,好,用肉眼观察,那A加B等于多少? 这个好像是0000吧,这两个加是0,这两个加好像0,这两个加也是0,这两个加好像有0,这个也是0,这个是000000,你不要写这个0矩阵,你不要写直接写0矩阵,不用表示什么东西,你要写它是多少乘多少的矩阵,所以最好就是这样写完给它,000000,OK? 嗯,那至于如果是,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因为是A加B等于一个凝聚,也就是说,B是,负B就是等于A的,对吧,负B就是等于A, 这样减B应该也会等于A,所以这个其实是等于3A的,啊,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思考的话呢,你就容易做一点,3乘2,326啦,负9啦,然后0啦,339啦,3啦,然后负6啦,OK?所以你是,呃,这个的话,当然你, 你不要这样子做,然后你硬硬的去,呃,成了2再减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找到一样的答案的啦,哦,OK? 所以这三题我做给你啦,啊,减少你的功课,呃,呃,呃,这个你自己做吧,啊,这两个应该还算容易, 一,呃,感觉上是啦,啊,那第四题也自己做一下,啊,这个是加入了一个sine跟cost的一些情形,啊,所以这个要注意的是sine,呃,还有什么,因为有sinesquare的感觉,所以可能是sine,呃,sine平方加cost平方等于1,这个可能要用到, 哦,你有什么嘛,还有什么嘛?cos平方减 sin平方 得到cos2x 可能会用到这个 freezer tote Coffee 發出这个折卖ito 嗯不缩应该也是可以吧,嗯不不去理,应该有些没什么关系,呃,Anyway,这大概是有着这几个吧, 可能是等于1的这个比较重要 其他的领部缩短 应该也是没什么关系 OK 大概是这样吧 好 就这样吧 好 那第四第五 你们就自己做啦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2.4的部分 虽然我讲的是有点快啦 不过前面的都是简单的 后面的难的我就会放慢一点 OK 放心 好 这个是矩阵相成的 刚才那个是纯量剂 对吧 只是成一个量罢了 那个很简单 就全部成完 这个矩阵的相成 我们叫做跳水式乘法 OK so比如说这个A是1乘P的话 这个B是P乘E的话 它会变成1乘E的一个矩阵 然后这个它怎样成呢 就是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乘这个 加上最后一个乘这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跳水式乘法 因为它是一整行 跟一整列相成 OK 所以矩阵相成有什么 什么那个规定呢 我们等一下再看 这个是 杭剧症跟列剧症的乘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3乘1加上 2乘4 然后3 减 减8吧 3减8等于5 OK 所以这个 这一步可以不可以跳 基本上是可以跳的 我们直接可以做出这个来 OK 所以这个纯粹 这一行来讲 纯粹是在这个阶段 它要介绍那个做法 3 2 6 加12 然后再加4 等于22 这样子 所以这一步其实是可以不用写的 反正我们有计算机 有这么复杂的东西 反正就是乘法跟加法罢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行 跟一列的相乘 那万一 不同的size 的话 要怎样做 OK 你可以看到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条件的 M乘P 然后乘上这个P乘M的话呢 它最后呢 就会把这个P给割掉 然后得出来答案呢 就会是M乘E的一个大小 M乘E的大小 所以你看看下 它的做法是这个乘这个加 这个乘这个加 这个乘这个加 再加这个乘这个 OK 看到吗 然后第二列的话就是这样子乘 这是个乘 OK 所以以此类推这样子 所以怎样做呢 这个枕头看起来 好像看不太懂 我们来看一下立体好了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这个是2乘3 这个是3乘1 对吧 我先写一下 2乘3 这个是3乘1 这两个必须要一样的 然后割掉它 答案是2乘1的 2乘1的一个size 怎样做 3乘2 2乘3 加上负1乘5 加上0乘9 OK 所以326 515 6加5等于11 因为这个是0 1乘3 3呢 负15 然后9是36 所以36加3是39 39减15应该是24 就是24 OK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5x 加2y 上面 3x 加4y 就会是下面 那这个很重要 等下我们再讲一下 为什么 OK 如果它是m乘p 再乘上一个p乘n的一个 矩阵的话 最后的答案 就会是m乘n的 主要其实你会看到这个p 一定要相等 如果不相等怎么办 它没有 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位置的这个 就是后面的 应该是想讲 前面的矩阵的列数 一定要跟后面矩阵的函数 一定要相等 不相等的话 它没有办法相等 OK 就是说它这个乘法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如果这个a跟b 交换的话 OK b在前面 a在后面 前面就会是p乘n 后面就是m乘p m跟n相等吗 不相等 所以乘不起来 所以这个矩阵呢 是没有交换率的 它不可以随便交换的 它连前面跟后面的那个大小呢 都有规定好了的 不可以乱乱来的 所以这个矩阵呢 非常麻烦的 OK 所以它整个错法呢 我们就不看了 反正它就是这样子 我们所谓的跳水式乘法 这样子第一行跟第一行第一列 就会乘起来 就会得到第一个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写法呢 也不用去理它 它到底怎样写 这个是他们那个数学的 真正的表达的方式 反正西一的话呢 它就是这整行跟这整列相成 加起来 它以i跟j来表示了 所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表示方法 反正我们的做法 就很简单了 跳水式乘法 2乘1加上0乘2 写在第一个位置 OK 4乘2得到8 因为0乘0得到0 4 3乘2得到6 因为0乘1 所以得到6 OK 4乘1加上 减2 4减2 就会得到2 因为这个位置 OK 上面呢 这个我就不讲了 就是基本上 它的这个双方 4乘4得到16 1乘0得到0 16 加0 所以得到10 4 3 12 12加1 12加1得到13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做法了 OK 1乘0加上0乘2 以此类追的 OK 所以立体罢呢 就讲到我刚才要讲的东西 A如果是2乘3的 对啊 2乘3 二行三列 这个是3乘1的 对不对 所以A B跟B A 是否有意义 如果2乘3在前面 3乘1在后面 AB是有意义的 它会得到 AB有意义 它会得到一个 2乘1的一个矩阵 2乘1的一个矩阵 看到吧 但是如果它交换位置的话 交换位置前面是3乘1 后面是2乘3 这两个数目不相等 不能成了 OK 所以B乘A是没有意义的 B乘A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是讲前面的列数 必须要等于后面的函数 如果不相等 就没有意义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 OK 所以在这一个例题呢 就告诉我们了 A和B有意义的时候 B和A未必会有意义 所以如果即使 即使它B和A有意义都好 比如说这个是2乘2 这个也是2乘2 所以交换了之后呢 也是2乘2跟2乘2 应该两个都有意义吧 但是它答案会不会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 所以这个是1乘3 这个是3乘1 交换了之后 应该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两个Case 这个是AB 1乘1加 1乘1 加上负1乘1 负1乘1也是1 所以1加1得到2 OK 1乘1 这个也是加1的 所以1加1得到2 这个是负1 这个也是负1 所以是负2 这个是负1 这个也是负1 所以是负2 但是如果我们调转它的顺序 我们没有做什么手脚 这个写在前面 看了吗 这个写在后面 看了吗 OK 这个乘1 这个乘1 1-1得到0 这个乘1 这个乘1 1-1得到0 这个乘1 这个乘1 1-1也是0 这个乘1 这个乘1 乘1得到0 所以你会 两个不一样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交换了之后 它答案未必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1乘3 对吧 1乘3 这是3乘1 所以我割掉了 这个3之后 我的答案会是 1乘1的一个矩增 这个呢 如果我调转它的位置的话 这个就会是3乘1 这个就会1乘3 我们把1割掉了之后 这个会是3乘3的一个矩增 你当然看它的size都不一样了 对 你看它的size都不一样了 那我们也算买给它了 这个乘这个是负1 这个乘这个是0 这个乘这个是0 所以只有负1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负1乘1得到负1 写这里 负1乘1得到负1 写这里 负1乘0得到0 写这里 0乘任何数目都是0 所以这中间呢 为什么全部都是0 3乘1得到3 3乘1得到3 3乘0得到0 所以你会看到 哎 两个 连size都不一样 啊 怎么可能相等呢 所以呢 这两个例子呢 告诉我们 A乘B 是不等于B乘A 是不是绝对不可不等于啊 又未必有一些情况的交换了之后呢 会相当的 OK 有一个特殊的情形 比如说什么呢 嗯 比如说有一个是0距症的 A乘0跟0乘A是一样 又或者是有一个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叫做叫做unit matrix unit matrix是怎样我们等一下再讲啊不过我先放在这里啊不然的话太多OK sorry yes 什么 I就是那个unit matrix 我先讲啊 你先要懂啊 等不及了啊 所以 OK I呢 它只出现在方正 OK 就只出现2乘2或者是3乘3 如果是2乘2的话 它的 它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这整个对角会是0 其余的 会是1 其余的是0 所以这个你感觉上感觉不出来 如果是3乘3就会比较明显 3乘3的话呢 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I 这个是3接的I 这个是2接的I 那4接的I呢 你会更加明显的 它是这样子的 其余的是0 OK 这样子 所以它有2接3接4接5接的不同的I 这样子 OK 如果乘I A乘I 它会得到A I乘A 它也会得到A 所以这个又可以交换了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叫反弹数 A乘它的反弹数就是A-E的话 它会得到I 如果它交换了之后 A-E乘A 它也会得到I 所以它有几种形形会交换之后会相当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是不相当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先放着 这个是大部分的 这个是大部分是不相当的 小部分的比如说 除了这个什么呢 我写在这里了 A0 等于0A AI 等于IA 还有 A-E AA-E 这是反弹数 A-EA 这个也是相当的 这个是等于I 这个是等于A 这个是等于0 OK 就这三种情形是可以交换以外 其余的都不行 应该是这样 应该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形 又这么刚巧是相当的 不过这三个呢 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形 我们是有背起来的 就是说背起来说 A乘0是等于0 0乘A也是等于0的 OK 所以这三个是少数的情形 等下我们会再介绍 好 那A B 乘C 会不会跟A 乘VC 是相当的 我来看一下 哇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 我单单看那个size 有时候我们单单看size就知道了 这是2乘3 这个是3乘2 这个是2乘2 OK A 这个乘这个应该是2乘2 2乘2再乘2乘2 也是2乘2 但是如果我先做这个的话 我就会得到3乘2 2乘3 再放3乘2 应该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size是一样的啦 所以从size那边我们看不出来 OK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它 数目上是不是这样的 OK 所以这一题 ABC 我们先做前面 2乘1 这个有时候很难看 2乘1 2乘3乘2 6 然后这个是加2 所以约掉了之后 等到 6 OK 好 那心算还是心算比较方便 这个是6 这个是12 6加12得到18 再加19 对了 OK 这个是负1 这个是0 这个是2 负1加2 就会得到1 这个是3 这个是0 这个是1 3加1得到10 OK 然后再来的是 这个乘这个加 这个乘这个啦 OK 负6乘负5 得到30 要不差 要按计算比吗 不用啦 反正就得到这个答案 还复杂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呢 如果它顺序调转一下 先做这个 再做前面 好像是相等的 哦 好像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A乘B A乘B先做 还是B乘C先做呢 它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叫结合率 结合率 它有结合率 也有这个分配率 A乘B加C 你可以写成AB加AC B加C再乘A 你可以写成BA加CA 但是千万不要写AB 但是千万不要写AB 这个乘这个 它在前面的 就一定要在前面乘 OK 顺序 它没有交换率 它有结合率 它有分配率 它没有交换率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这个 K是常数的话啦 是很特殊的 你可以先 AB乘了之后 再乘这个常数 或者K乘上A了之后 再乘这个B 或者B乘上K都可以的 这个K感觉上 它就是随便乱跳的 它放在前面也可以 放在后面也可以 放在中间也可以 做完了之后 再乘它也可以 所以当然我们是建议啦 这个它们是相等的 这个你们要懂 通常我会往右边移去这个 来做 因为右边的这个是比较好做的 OK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形 我们要用的这个 Formular 后面会用到的 OK 所以这些都是计算的 好多 这些都是你们要去 去做的 OK 做多就熟悉它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chapter来的 然后什么matrix的成绑 非常重要的 在SPM也是有考 这个东西也是有考 OK 所以练习练习 这个就是I来的 看到吗 这个是I来的 我们来做一下这题 我看到特殊的 我来做一下 所以这个的话 你看这个乘这个2 这个乘这个0 就不用理了 所以这个得到2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是不是负3 负3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0 不用理 所以是不是1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是不是5 5 所以你看下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 这个是特殊的 因为这个是I AI等于A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 那个规定 这个是 当然这个还没有 这一边还没有上 词典你就会看到 I其实是这个东西的 很特殊 你看到他 其实你不用自己去乘 乘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是一样 OK 所以这第三呢 我做给你 因为一眼就看得出来 诶 这个呢 这个有没有特殊的情形 这个我不太认得 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地方 所以自己去做一下 A乘B 是否有意义 B乘A 是否有意义 然后 如果有意义 请你计算 所以很明显的 如果这个是2乘2 这个是2乘3 如果调转顺序 BA的话 2乘3可以乘3乘2 2乘2吗 不行 3不等于2 所以这个B乘A 是没有意义的 OK 所以这个 用那个size 用他的那个 两个的size 前后放跟交换的 你就可以判断得出来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 OK 所以奇迪欲的 你们可以做一下 验证 这个应该是相等的 这个是分配 分配率 这个叫什么 结合率 这个叫分配率 这个两个都是分配率 所以他要证明 这个东西是对的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去做一下 AB跟BA 这个感觉到好像很容易吧 0 0 0 啊 A是0010 B是0100 如果是AB乘的话 好像是0加0是0 0 0 是一个也是0 这个是E 然后B层A的话 我可能要写在后面比较习惯 OK E 其余的好像是0 哦 这个很特殊哦 不知道他是有什么用意啦 哦 这个是 它有它的意识在的 然后它有它意识在的 当然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学到 啊 它的 它的这个metrics的意义啦 哦 没关系啊 我们就大概这样子 这个是 你会看到 哎 这个是左下角是1 这个是右上角是1 结果乘 乘了之后AB乘了是右下角是1 啊 BA乘的话就是左上角是1 所以它是很可爱的一个地方 然后只是纯粹给你们看一下那个 啊 它可爱的地方了 OK 所以其余的应该没什么你被自己回去做一下 嗯 又是有一个sign and cost的一个情形 啊 所以这个是sign and cost 这个 这个乘这个加这个乘这个 所以它是 我相信啦 它应该是 用到什么formula了 sign cost 加costsign 哎 这两个都是alpha哦 如果是两个都是alpha 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好做吧 sign cost加costsign 就是两个alpha了 啊 两个sign alpha 呃 两个sign 两个sign alpha cost alpha呢 就是sign2alpha了 啊 OK 没什么啊 我相信你们还记得那个formula 哈哈 三角来说 OK 所以我们来看下这个单位的矩阵 啊 identity 我们叫dike 不是unit哦 原来叫identity 所以为什么它叫i 啊 identity原来不是 原来就是i的意思哦 哦 我还以为是unit matrix 啊 OK 所以这个identity呢 是怎样呢 它讲呢 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这个对角线上的元素都是1 其余都是0 然后一定要是方针 看到吗 方针 OK 然后它有一个性质的ia是等于a ai 也等于a 所以为什么我讲 这个是特殊的啊 有交换率的一个情形啊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a平方跟a立方是什么 嗯 哦 OK 所以这个是a平方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哎 这个是应该是特殊的 1乘1 加上3乘2 326 6加1是7 1 乘3是3 这个是负3得到0 这个是2 这个是负2得到0 这个是6 这个是1 得到7 所以得到7i了 哦 得到7i 所以如果是7i乘a的话 应该就是7a了 啊 7a的话 它就直接的a乘上7 那如果它要问 如果今天这个这个题目 它问你 a四次方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7749i 啊 如果它在延伸啊 直接给你多一点的 请问a10的人多少 怎么说 应该是7的 这个是2次方嘛 这个应该是5次方 i 所以就要看规律了 对吧 要你懂得看那个规律 或者是我告诉你 哦 a5怎么办啊 等等的 所以这个是5次方 i 我们就放在这里 啊 所以这个是 啊 有这样子的一个 啊 情形的 啊 用到i的情形 好 那这一题 a二次方 跟 哎 这个的二次 跟四次 啊 有怎样的一个规律 啊 你自己慢慢研究一下 啊 啊 给你四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N次 啊 这个也是要看规律 自己慢慢研究 二次 三次 所以你会看到两个同样的啊 通常都是同一体来的啦 啊 这两个是同样的嘛 二次跟四次 啊 这两 这四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是同一体来 OK 自己做 自己做 啊 相信它是会有出现到i的一个情形 所以它会 呃 有点像说 比如说一次 二次可能就出现i了 像你去看这样 它有多少个i呢 啊 应该不难啦 那个2.4的部分 啊 那再看一下2.5的部分 转置 转置是怎样呢 转置其实它 是在这个对角这一边 OK 然后作为一个镜子 把这两边交换 全部交换 全部交换 而换句话呢 有另外一个 啊 写法就是说 原本你这样子写的嘛 啊 A11 A12 A13 你就打直写 A11 A12 A13 看到吗 这整行就写成这整列 啊 行跟列呢 互相对调 啊 它有几个写法 一个是放个一个T在这边 啊 它叫transpose 所以换T 但是有一些课本呢 它是用prime 啊 它是用一撇罢了 啊 所以你们自己也要看啊 有一些课 我看过同考 他们比较喜欢用prime OK 虽然我觉得很misleading 啊 因为prime很多东西用到 预级用prime 微分用prime 很麻烦的啦 反正metrics里面的prime的意思呢 就是transpose 啊 但是STPM的课本呢 比较喜欢用T 我个人 我个人其实也比较喜欢用T 因为我是上STPM的 OK so 啊 你会看到它transpose了之后 它未必是方针的 它可以是2乘3 比如说你看到B的这个 2乘3的 它transpose了之后 它变3乘2 这一个size 啊 啊 可以的 啊 这个是可以的 OK 所以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是没有变的 这三个没有变 然后其余的互换 B跟D互换 C跟G互换 然后H跟F是互换的 所以看你有几个方法去去看它 啊 为什么要教这个 因为在后面有用到 哈哈 OK 有用到啦 所以我们先教一下这个transpose 这样子 M乘N的话 它transpose过后 它就会变成M乘M OK 前面后会倒转 前面后会倒转 OK 大概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可以怎样出 A加B Transpose OK 跟A-B Transpose A加B这个加这个等于1 这个加这个等于5 这个加这个等于-1 这个1-4得到-3 Transpose 这两个交换 这两个交换 那A-B呢 A-B是这个减这个得到5 2-3得到-2 -1 -2 加1等于-1 然后 负2-1 得到负3 然后负2 加4 负2加4 负2-1 我在干嘛 1-3等于 1加4 得到5 哎呦 干嘛 OK 所以transpose 后会这样 这两种情形 所以这个只是给你练习 做一下那个transpose 然后也没有没有CT 因为觉得太简单了 我们时间再看一下 逆矩症的部分 sorry啊 好 逆矩症是什么 这个刚才我有讲 讲到一下的 就是逆矩症的话 A乘A-E 它会等于I的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刚刚讲了一个逆矩症的一些例子 呃 呃 呃 XY的话 这两个我们先呃用乘法 对吧 Au加Bx 写这个位置 Av加By写这个位置 Cu加Dx写这个位置 Cv加Dy写这个位置 然后它会等于I 所以二乘二乘的I是一零零零一对不对 OK 就知道这样 然后 然后 它就解这几个方程哦 这个等于一 啊 这个等于零 啊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一 所以他先 他解上面的话 啊 他用 他用什么呢 A 我也不懂 他用 他反正他就是整理出来 他找到U原来是这个 D D U U U是这个 A D 加B C 这个 这个是行 他们发现到 A D 减 B C 是这个 这个 A的行列式 对 OK 然后呢 他们发现到 U原来是 A的行列式分子B X的话呢 就会是 A的行列式分子C 负C V的话呢 A的行列式分子 负B 然后 Y的话呢 A的行列式分子B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下啦 哦 不过我 我这里就是不 呃 不不不不 不证明了 哦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把这四个东西套回进来的话 他就发现到 哦 原来A的这个 逆矩症啊 啊 可以把这个A 的行列式给抽去前面的话 我就会得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A的行列式分子1 然后 这一边是怎样 你看回以前的 A跟D调位 B跟C补一个负 OK 就这样子来记 所以 当然这个行列式你可以把它写成A B-B C啦 SPM的课本呢 因为他们还没有学行列式 然后这个 那个什么 文科班的话呢 因为他们还没有学行列式 他们就先学矩症 他们这个位置就会写成A B-B-C啦 OK 没有什么 其实也是OK的 好 呃 他们是先上到这个位置 然后才进入行列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他们他有他们的那个 啊 排位的一个排榜的一个数据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啊 这个矩阵的一个公司是这样 SPM有没有 有 SPM只会出到 二乘二 三乘三怎样做 非常的复杂 SPM他人只是二乘二 然后叫你被这个公司搞定解决所有的问题 OK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行列式 啊 有没有逆矩症 sorry 这个方针有没有逆矩症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 你会发现到 因为这一边有这个A的这个行列式嘛 啊 取决于这个行列式是不是零 如果是零 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是除以零就会得到无限大嘛 对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行列式等于零的话 我应该是解不出东西的 我就得不到一个逆矩症 所以呢 呃这个就是 我们通常题目问你 有没有逆矩症 你首先第一个先算他的行列式 先看一下行列式是不是等于零 不是等于零 还是有的 啊 有逆矩症的 所以这一题 他问你A跟B 有没有逆矩症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找行列式 2乘-7 减去8乘-3 啊 这个算出来应该是得到10 是吗 这个是-14 呃 3824 负负负负责 加24 所以得到10了 啊 10不等于零 所以是有 逆矩症的 10分之1 对吧 这两个调位 负7 2 然后负3变3 8会得到负3 OK 最后 我们鼓励啦 鼓励 如果因为你要找逆矩症 我们这个10分之1通常要沉浸去来写 啊 呃 写成这样子 我鼓励写成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呃 运算要做 词典再接下去要把这个逆矩症呈进去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写这个成 OK 所以这个是等下我们会有提醒的 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写 写前面的 因为把这个10分之1抽出来了就比较容易 哦 因为我们不喜欢处理这个分数 好 我们再看看B的啊 有没有逆矩症呢 3乘20得到60 4乘15得到 也是60 啊 也是60 然后是减的吧 所以是60减60就得到0了 所以这个这个行列是 得到0的话 他就没有逆矩症了 OK 所以这个是没有逆矩症的 so A 这一个 他问你 我要找X是什么 XA等于1的话 I的话 所以这个其实呢 他其实就要找目击症 只是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考你 啊 因为我们知道 啊 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 啊 A乘上一个数 呃 一个 matrix 要等于I的话呢 这个X呢 就一定会是A的负义 当然他这个提醒解的时候呢 他用了另外一个方式 他在后面乘上一个A负义 对吧 他在后面乘上一个A负义 所以这一边呢就会得到XI XI就会得到X OK I成任何这个matrix得到他本身的 所以这个就会得到A负义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他的X呢 会是等于A负义 所以A负义怎样找A负义 就是用那个找航列是吧 2乘5得到10 10减3 然后得到七分之一 好 5跟2调位 5跟2调位 负3跟负1 那七分之一呢 乘进去了 好 七分之五 七分之三 七分之一 七分之二 这样子 我们鼓励乘进去的 这样子写 OK 这个就是你的X的那个矩阵 就这么简单 呃 so 21的部分呢 他叫你找那个 prime 就是transpose 啊 这个是给你们习惯一下 去做一下了 应该是不难的 啊 transpose 不难 有没有逆矩阵 这个就是算他的航列式化的 哦 航列式 然后如果 航列式不等于0 那你就可以继续做了 那 我其实可以用肉眼观察的出来的 啊 因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说 哎 这一边的比例啊 是2比1 这一边如果把负抽出来也是2比1 这个基本上呢 他就是一个没有逆矩阵的一个case OK 所以我就讲了我可以是 我可以用肉眼的观察做出来 啊 当然你也是可以自己 这个也是流 你去做一下吧 啊 算这个行列是不是0 这个应该行列是会等于0的 OK 我教一个x啦 啊 给你一个记录 那其余的 啊 so A找逆矩阵应该没问题 B找逆矩阵没问题 A的逆矩阵乘B的逆矩阵找一下 然后再找A乘B 乘了之后再倒逆矩阵 这两个会不会一样 这两个会不会一样 我相信是不一样的 这一个会跟B-1乘A-1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做一个E啊 好吧 啊 这一题啊 我补一下这个E 你补在这里 你去算一下B-1乘A-1 我印象中好像会跟AB的逆矩阵一样 他很奇怪的 我把这个-1放进来的时候呢 AB会倒转 我印象中是这样 所以你们也算一下这个A-1 B-1A-1 OK 好 这个C 第五题 我补了一题 给你们私下做 然后呢 就是 第六题 这一题我感觉上好熟悯 我的文科班的这个好像也是一样的 你会看到呢 这两个感觉上一调位的就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两个的补负嘛 所以很明显的我可以做到做出来 Y应该是等于-5的 像X 你就是想要逆矩阵的 好像这两个交换这两个补负 我前面不是有一个东西没 我前面东西是什么 我前面的东西等于什么我才可以等 呃 忽略掉它 我前面还有一个行列是 呃 作为分布的 就除以行列是 所以如果我的行列是等于E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就 相等了 所以这个X其实是有一个规定的值的 好 这一个的行列是会是-2X-5 啊 这个行列是等于E 我的这个 呃 这一个东西就会成定了 所以这第六题呢 我就做给你了 啊 这个拉过去 呃 加5等于6 呃 所以X应该是等于-3的 可以吗 所以这题其实很简单 啊 但是我觉得是需要思考 哈哈 如果你没有想 呃 有很多学生就一直 stuck的 请问X想找 一直想不到 啊 因为你忽略了前面其实还有一个行列 OK 所以这个行列是必须要等于E 我才会想到 好 大概是这样吧 一期题 一期题想找 啊 如果我要找X 哎 这题很很好玩 啊 第七题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个我觉得这个题型如果我没有解释的话 你相信学生也不会做 OK 这一题 啊 其实前面有啦 他其实在这边有介绍这个方法 啊 我要把A去掉 我就要从右边乘一个A-1 啊 这个很好玩的地方 很多学生会讲 很多学生会弄错 我这个顺序 哎 看一下这 OK so A的话呢 理论上来讲 这一题 我要从右走左边乘上A-1 我才可以把这个去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会是A-1B 然后这个去掉变I的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了 哦 X其实是等于A-1B的 OK 所以A呢 其实要找什么 A其实要找X等于A-1B OK B呢 B的话我要去掉B我应该在右边乘上一个B-1吧 对不对 所以我的X呢 应该会是B-1A OK 这个是找这个 那如果啦 这个 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题目 如果我另外一个题目是B-X-C的话 A这里有没有C X-B的话 等于A 那你的X会是多少 你就要在右边乘上一个B-1 所以它就会是等于A-B-1 啊 所以其实那个顺序很重要 你就讲 哎 不一样咩 B-1A跟A-1A-B-1 这两个一样吗 矩阵的乘法没有交换率 大部分的情形 一交换它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其实要注意的 其实要注意的 我不懂为什么他没有给到这个提醒 哦 很可惜 C的话呢 C的话我又要把这个A-1给去掉 我就要让U变成一个A 所以其实它的X是等于A-B的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So D呢 D很像很复杂 我要把前面的A去掉 我就要在 左边乘上一个A-1 我要把右边这个A-1给去掉 我就要在右边乘上一个A A-1可以不可以A去掉变成I 它们已经分离了 所以这个你要顺着乘 你要A-1 乘B 然后再乘上这个A 但是这一边有这个答案了 你可以把这个靠进来再乘一个A OK 所以要Smart一点了 不然的话 省一些步骤 这样子 OK 好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 呃 第七题你们还是要自己说 但是我已经给一个开头一个概念了 啊 给你知道呢 其实你要做什么 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学生看到A-X等于B 我到底要怎样找这个A-X 啊 还是呢 是蛮头痛啊 OK so 第八题他要找矩阵不存在 很简单 康列4等于0哦 你就找到A-X了 这个很简单 所以你自己做一下 第九题 逆矩阵不存在 他要你证明出 A平方 是等于A加D A 哦 这个很大 很好玩 我们来做一下 呃好 我怕不够位 所以我猜一下这个 OK 好 我去写一下吧 他是A B C D OK 然后他要讲的是 呃 逆矩阵不存在 呃 所以他要 他要证明什么啊 A平方是等于 A加D 乘上A 我感觉上还好呢 OK 我来看一下 So 逆矩阵不存在 A-D-B-C 必须要等于0 也就是 A-D是等于B-C的 对吧 OK 有什么用 感觉上我没有什么用 啊 然后 A-D A-Square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A-Square的话呢 我们就写两次 啊 写两次 A-B-C-D 好 所以是A乘A 呃 加上B乘C 这个是A乘C 加上A乘C 哦 所以两个A-C 对吧 这个是A-B A-B A-B 加B-D的 这个是B-C 加A-D的 OK 呃 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呃 我看到我错到哪里了 呵呵 sorry 致丑啊 D看成A 真是活该的 呃 这个是A-C 加上C-D 来的 OK 这个是A-A加B-C 哦 嗯 大概就这样 呃 这里边应该是D平方 A-B-C加D平方 对啊 好 好 好 so anything else 我可以去把它修改的地方吗 好 哦 呃 所以我们尽量把B-C换成A-D 好吗 好 所以这边就会是等于A-D 啊 然后 然后 还有什么 然后这个保留啊 先保留 OK 先保留 这个 A-A-B A-D 加上 加上 呃 这个再保留 呃 这个B-C换成A加D 呃 A-D sorry 所以过后我们再做一个抽供应式 A-A 买 A-D 这个抽一个C 呃 也是A加D 这个抽一个B 呃 也是A加D 啊 这个抽一个D 呃也是A加D 所以这全部都有一个A加D吧 我的A加D抽出来的话 这个是ABCD ABCD又回归了 那个A了 对吧 所以是A加D乘上A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们从A平方开始 抽那个 然后用了这个 BBC换成AD的情形 换了之后抽供应试 然后再把这个A加D抽出来 就会算出来的答案 OK 所以这题我就帮你解决了 OK 有没有问题 我们的逆据症应该还没完成 因为还要做生成三个逆据症 很复杂 我相信 应该半个小时应该可以讲到吧 好 这题没问题 那我们回去啊 第九题我就帮你做了 还没好 我一听到你开卖我就知道你还没好 OK 给你看到几分钟 三阶的逆据症 三阶的逆据症 三阶方症的逆据症 OK 所以这个非常复杂 我先讲一下 非常非常复杂 OK 首先他先要讲的是 这个三阶的逆据症 是跟二阶的类似 你的头卵一点都不类似 超麻烦 我真的是很怀疑这个类似 它类似的意思是 A乘B 等于B乘A 等于I的话呢 这样这个B就是A的一个逆据症 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他是类似 应该是类似在这个地方了 三阶的情形 他的I的话呢 三阶的I又不同了 I 100 010 OK so 这个是他类似的地方 但是他找逆据症的方法 超复杂 还记得什么是带数与子 是吗 OK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反正呢 这个A1呢 我再讲一下 A1的意思 就是把这一行跟这一列去掉 变成了B2 C2 B3 C3 的这个行列 OK 那B1呢 B1呢 就会把这一行跟这一列也去掉 剩下A2 A3 C2 C3 但是 还要注意的是什么 他还有那个位置上的正负正负 看到吗 在这个位置是负的 负正负 正负正 所以B1的这个位置是负的 还要补一个负 OK 就以此类 所以A1 B1 C1 啊 讲是想这么简单 但是其实他是整坨塞要放进去的 啊 整坨塞要放进去 So 把这个东西再转制过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东西叫做ADJ 然后他发现到A乘上ADJ的话 他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 哦 就是这个打鞋这一边是A的行列式 所以他把A行列式抽出来了之后啊 他就会是等于I的 对吧 So 换句话呢 换句话是什么 他把这个A的行列式一拉下去的话 A 呃 呃 呃 他是我 他也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拉过去除这个位置的话 我就会发现到A乘上这个东西 嗯 我 我在讲 我 我拉给你看了哦 呃 A乘上ADJ A除以这个行列式 A就会是等于I了 换句话的这整坨塞呢 就会是他的那个逆矩症 讲是讲很简单 A的逆矩症的公式呢 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跟那个2乘2的很像呢 但是他这个ADJ A叻 是非常复杂的一坨塞 我看你 哈 哈 所以理论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题目 如果你遇到 请你找一个3乘3的逆矩症的逆矩症 怎样找呢 我来看一下 OK 首先我们先要算他的这个行列式了 这个行列式 你突然就觉得说行列式其实很容易算了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等于2 对吧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等于9 然后339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等于8 OK 还有的就是这个打斜层呢 3乘1乘1等于-3 因为是减的啦 432等于-12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4-4就变加4 OK 然后 加在一起 怎样加呢 让我想起来 正的加起来 好像得到2加8加4得到14 OK 49加3好像是12吧 12跟12应该是24 这个是-24 所以减出来应该是-10 OK 就做出来了 -10啊 这个很简单 按计算机也可以 所以那个ADJ是想做 这样子哦 看到吧 首先你把正负正负 我通常怎样做呢 我就把那个行列式写完出来 然后正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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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割掉了之后 我剩下2332 2332 然后这个位置 我就把这两 这一行跟这一列也去掉 剩下2134 2134 这个位置割掉了之后 -1112 -1112 好 然后1132 1132 1132 然后剩下1-134 1-134 然后这个位置呢 就是-1113 -1113 这个位置呢 就是1123 1123 这个位置呢 就是1-121 1-121 那这个先都已经很辛苦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要算 1乘2 2-12 2-12得到负10 这个是 10-9 4-9得到负5 负5得到又乘一个负 所以得到正5 428 8-3得到5 这个负2-4得到负6 负负1得正 所以正6 这个是2 这个减3 2-3得于负1 这个是4加3得到7 这里有一个负 得到负7 负3-1得到负4 OK 3-2得到1 外面有一个负 负1 这个是1加2得到3 OK 然后转置 ADJ就要把这个转置 5跟6转置 这个跟这个转置 负4在这边 5在这边 负1在这边 负7在这边 对角是这样的 OK 然后再乘 这个负1-10 1-10 然后沉进去 这一步都算容易了 负负得正 这个要注意 正负 正变负 负变正 这些都叫正变负 正变负 然后1-10的话 可以越减就近量约 这个就会变3-5 这个变2-5 这个变1-2 这个没有变1-10 这个变1-10 这个变10-5 变2-1 10-7 10-3 OK 啊 这样子 就得到答案了 啊 呃 我个人啊 我个人是 我个人还是会prefer这个这个解法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解法还是比较容易 哈哈哈哈 虽然说是整坨塞啊 不过 你慢慢慢慢去做呢 至少说你跟着这个步骤去做呢 还呃 就可以找到他的这个体积症 啊 另外呢 他就介绍了一个叫做高斯消源法的一个方法 啊 我特讨厌 我特讨厌 高斯消源法跟这个行列是很 呃 那个那个什么呃 行列是的那个什么特征啊 特性啊 依据他的特性啊 啊 跟另外一行先这样减啊 是很类似 但是行列是可以列跟列作 这个 高斯消源法不行 他一定要是行跟行罢了 OK 因为呢 我们的高斯消源法呢 他通常会把它变成 呃 变成怎样呢 他会变成expand 变成啊 啊 三层四 三层五 三层六的情形 啊 so alright anyway 我们去 我们还是要介绍了啊 这个高斯消源法 怎样去做 他可以做几样东西 他可以 调换任意两行 OK 所以我们通常写 比如说 写法 我们就看这里 二跟三行 第二行跟第三行 我们对调 啊 啊有没有变有没有多一个付出来 没有 对调就对调 没有不用补一个付的 所以你看他 他跟行列是那个性质又不一样了 所以为什么要讲很头痛啊 他跟行列是的那个性质很像 但是又有一些不一样 行列是任意两行掉对调了 要补一个付出来啊 啊 这一边呢不用了 对调就对调 所以要分清楚 然后还有呢就是 然后还有呢就是 我可以 任意乘一个 不是零的常数 在 某一行 所以比如说有一行 呃 全部都是二的备数 我要把它去掉啦 啊 所以我就除一个二 我就乘一个二分之一 啊 一样的 或者是我就讲说 哎我要跟另外一行 呃 呃 呃 或者我们要把某一个数 变成特别要变成一 我们也是应该会要除 除一个二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任意一行 可以除 所以你会看到他是用行吗 他们没有用列的 不能用列的啊 啊 第一列跟第二列对调 不行不行 啊 一这样子对调你就死了 啊 啊 因为他会错乱了 啊 所以这个高知相运法 只能处理行跟行吗 所以要注意 而第三个是最常用到的 就是什么 某一行 跟另外一行 乘一个行数 可以相加起来 然后又把那一行 给换掉 但是这个呢 哎 这个要注意的是 我们把第三行 给换掉的话 我这个第三行就不能存东西 我另外一行可以存任何东西 然后再跟他加也好 减也好 啊 通常通常但是我就想说 呃 我们不要用减啊 我们就尽量的想到说 另外一行我可以存任何东西 存负也可以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 第三行 像这个R3呢 它就不能存任何东西 R1就可以存 乘2 乘2 乘3 乘5都可以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第三个这个呢 常常用 然后也要很小心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OK 那这个高斯效应法要找逆矩症 这个基本上是这个矩症A跟上面呢 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呢 再对一下这个答案 是不是跟他一样啊 啊 OK 所以这一个如果我们要高斯效应法的方式 呃 去做的话 我们怎样做 我们 把 这一边 补上一个I 这一边用虚线来分开 OK 中间用虚线来分开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就叫做一个增广矩症 OK Expand 啊 augmented 嗯 我原来叫augmented 哎 就是增广的一个矩症 最后呢 我用高斯效应的方法 的方法 用了这三个东西 我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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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到左边 就变成 这三个位置是0 这三个位置是0 然后对角是1 也就是说变成这个东西在左边 那右边这个 就会变成他的这个逆矩症 很神奇 很神奇 so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样做 所以第一点呢 我们通常 他其实也有一个 特定的一个 手法的 他有一个特定的手法 OK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也要去掉这两个0 OK 怎样去 因为这个是1的话 很容易嘛 我们把第二行 换去什么 我们就是第二行 再加 第二行就不能乘任何东西咯 对不对 我就乘 第一行呢 我就乘一个负2 然后再跟他加在一起 ok so这样子来看 这个乘负2 加在一起得到0 这个乘负2得到2 2加1得到3 这个乘负2 得到负2 负2加3得到1 这个乘负2 负2加0得到负2 这个乘负2得到0 0加1还是1 这个乘负2也是0 0加0还是0 ok 然后第三行呢 第三行又要做 第三行是把第一行乘负3 再加在一起 负3乘1得到负3 负3加3得到0 负3乘负1得到3 3加4得到7 负3乘1得到负3 负3加2得到负1 这个是负3加0得到负3 这个0加0得到0 0加1得到1 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0给去掉 好 再来呢 我们就要去掉这个气 我们都要去掉这个气 so去 看一下啊 你给我看一下啊 他做了什么 哎 我让我看一下 他沉 哎 哎呀这个跳舞跳太多了吧 我不鼓励这样子做啊 哎 他是做了 有什么意见要讲啊 什么 哦 哦 上次手 ok 我pause一下 ok so 这边我个人是觉得他不是很好啦 因为他有点跳步了 真正来讲呢 我们做 先做这个R2呢 ok R2 先乘一个负1先啊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一行 我把它split上来啊 上面这一边再写 ok 100 啊 所以我第二行如果乘一个负2的话呢 这一边会得到负6 啊 这边会得到负2 这边会得到4 这边会得到4 负2 得到0 就其余的先操 ok 当然我也理解为什么他尽量的说 呃 Squiz在一起 呃 因为这个真的很浪费版贵的 这个高速消息法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 他一直要重复写 重复写 重复写啊 所以很多时候呢 他们尽量的两步放在一起 两步放在一起 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 因为你做了负2 呃 第二行成了一个负2 再把他跟第三行加 所以这 我个人就觉得应该要是分成两行啊 所以这两个相加得到1 对吧 这两个相加得到负3 这两个相加得到 诶 诶 诶 你看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负2 这个负2啊 正啊 哦 这个应该是正义啦 正义啦 弄错了 哦 这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得到1 你看 这个突然间又变得去啊 啊 所以这个 这个位置应该是弄错了 这个 你删掉它 哦 应该是正的 还是我的 哦 还是我的 你的课本有吧 哦 你应该是把这个也去掉 哦 因为是正的 哦 哦 是耶 他写负 ok anyway 然后过后呢 他做什么 他把第三行 减去第一行 乘付7 ok 诶 诶 诶 没有哦 他要把这两个相加先 他这两个相加了之后 哦 哦 他要应该要先做这个 他先做这个把它变成 wait a minute 哦 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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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我看错了 他这一行 他要把这个7去掉 他主要他先把这个7去掉 他就这个乘付7加在这里 就会得到0 哦 因为这两个0啊 是不会影响 这个乘上-7 就会得到7 7 7 3 21嘛 正21 21加0 -1 得到20 哦 这个的话 1乘上-7 啊 -7 加-3 得到-10 这个乘付7 得到14 啊 加0得到14 这个是-7 加1 得到-0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这一边的 给的东西 然后呢 他把R1 换成了 跟第二行相加 所以这两个相加的话呢 这个加进去 就会得到0 这个加进去得-1 啊 -2 sorry 一个正1加1 就得到2 这个加进去-2 这个加进去1 OK 所以你看到的是 他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0了 啊 我们先 呃 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要做这个三角形的 第二个步骤呢 是把对角变1 啊 我要讲是把对角变1呢 啊 我在这一边呢 欸 很像这个是1了嘛 没有问题了 另外的这个是20 20 我只要除以20就可以了 啊 啊 啊 虽然说这一边呢 很多可能会有 啊 分数的情形啊 啊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了 我一定要变成对角变 啊 变1的 所以我除20 这里也除20 得到-2分之1 这里也除20 啊 可以约一个2啦 所以得到10分之7 这个除以20 可以约一个2 得到10分之3 OK 然后再来呢 就可以把这个解 这两个也去掉 怎样呢 我乘2再加上来 这个就去掉了 对吗 我乘3加上来 这个3就去掉了 所以接下来呢 你就看到呢 另外的这三个就会变0 对 当然如果你讲说 欸 老师这里如果还不是0的话呢 你可以 呃 因为你这样子去掉了 这两个0啊 这个就是010了 你再把这个再加过去呢 把这个也去掉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 我们做的是 这个乘2加进来 变0 对不对 这个乘2 就会是等于-1 -1加2 就会等于1 这个乘2 就会是 我很懒惰说 把这个乘2加进来这里 啊 就会得到这个 这个乘2加进来这里 就会得到这个 OK 这个乘3加进来这里 就会得到0 这个乘3加进来这个1 这个乘3加进来这个1 就会得到1 这个乘3加进来这个1 就会得到1 OK 然后呢 这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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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是你的义居症 啊 所以它其实有step症 你知道吗 先去这一边得到0 啊 再去1个 得到三角形0 再把对角变成1 再把对角变成1 再把这两 这三个呢 也去掉变0 所以它整个步骤呢 是有这样子一个分 是有这样子一个步骤来区分的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乱 有很多学生怎样呢 做来做去做不到你要的东西 啊 就是弄来弄去弄不到这个 啊 100100001 啊 这个就是最头痛的地方 绕来绕去绕不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讲高知消息法 老实讲我是不是很喜欢用 好 我是不是很喜欢用的 OK 但是呢 欸 欸 啊 如果你要用的话 啊 你就要跟着这个步骤 啊 先把这个三角形变0 然后再把对角变1 然后再把上面变0 OK 好的 那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你可以看一下 呃 他分成两个部分 所以你也跟着他的要求 这个用那个带数与子式的方法 导致矩 用下面那个 你就用这个高知消息法的方法 导致矩 OK 可以啊 这个是2F的部分 呃 再来看一下2.7 啊 2.7 哇 我有点快了吧 呃 我要讲完了 啊 一天烧一掌了 真的是厉害 OK so 2.7的部分呢 就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找秘区 为什么要找到这么辛苦 其实他有他的用意 他其实用在这个解2元一次联利方程族 或者3元一次联利方程族 线性啊 线性就是一次啊 啊 线性的都是一次 OK 啊 线性的方程族 呃 你给我的是同样的一条线来的 啊 同样斜律的一条线 要嘛他就平行 要嘛就是同一条线 然后 呃 解就是无穷 OK 所以他其实有他的呃 原因的 为什么我们讲 常列是不可以等于等于 OK so 换句话呢 如果我这个方程式啊 是3x-4y等于6 啊 5x加2y等于-3 我把它换成逆矩症的方法 呃 换成矩症的方法 怎样表示 我可以写成3-4 5 2 3-4 5 2 然后xy是上下写 然后这个是等于6-3 你就讲 诶 这样子写就可以了 真的啊 诶你不信的话 你再用乘法来看一下啊 这个乘这个的话 是不是3x-4y等于6 诶 诶 对耶 5x-2y等于-3 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咯 上面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乘法 还记得吗 那个乘法的那个矩症呢 其实他有问一个这样子 他要你写成这个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 二元一次 方程主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矩症来表示 我一放成矩症了之后呢 我要把这个拉过去的话 我这样拉 我就要把它变成 逆矩症呢 放在左边的这个位置 啊 所以呢 就是我找 这个是A的话 这个是矩症A 我就找它的逆矩症哦 326- 减减变加加5是20 啊 就得到26分之1 然后这两个调位对吗 2跟3调位 这两个符一个负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那你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把这个二分 二十六分之1 乘进去先 来 你就把它这样子来乘 你先乘这个矩症 2乘6加4乘3 ok 622 这个也是12得到0 啊 5 -5乘6 得到-30 3乘3 得到-9 所以是-3的9 然后再把这个26才乘进去 然后可以越减了很多时候 越减到 不会数目不会这么大的啦 好 2分之3 ok ok 所以2乘2的话应该不是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这个formular直接背下来啊 就容易做的 对不对 所以逆矩症的话呢 就会比较难啊 逆矩症的话呢 就 3乘3的话就会比较麻烦的 ok 高斯小语法除了找逆矩症以外 其实它有用途的 这种提醒啊 其实它可以用这个高斯小语法来解 哦 哦 原来连列方程组呢 其实也是可以用高斯小语法来解 我们就 写成3-4 5-2 ok 然后 understood的是第一 第一列是x 第二列是y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常数 写下来 讲解 我也是一样把它变成这里0 这里1 然后这里是0 就可以了 ok 比如说它第一个 我们要把这个也去掉 我这个乘2再加上来 啊 是吧 哇 做到这么复杂了 他做了什么 给我再看一下啊 消化一下 他是说我 他是第二行乘2再加这个 然后 因为很大 所以他乘一个十三分之一 ok 所以这个乘2 就得到4 4加 4-4得到0 这个对了 这个乘2得到10 10加3得到13 哦 所以他除一个13 把它变1 然后这个呢 这个乘2 诶 诶 这个乘 哦 所以他其实原本是得到13 00 然后直接的除掉13 就跳不掉那个步骤 就变成1 然后接下去呢 变成了1 之后呢 他就要把这个5给去掉咯 这个乘5再 呃 这个乘5再加进去咯 所以得到0 1 跟-3 然后整个再除以2 所以 这里就会得到1 这里就等于-2分之3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解 就是 X是等于0的 等于X等于0 Y是等于-2分之3 好 高速效应法呢 当然你会讲 诶老师这样子做好像很快 他妈的他这里跳了一个步骤 通常正常人是没有办法直接的 讲到要乘一个13分之一 通常我们就分两个步骤 啊 这里又会是分两个步骤 所以变成了正常人 其实会做到4 5个步骤的 哦 你写很多东西 2x2还好 3x3真的是很复杂 OK 啊 当然3x3 如果你讲说找逆矩症也是很麻烦的话呢 呃 你就会觉得说 可能高速效应法 直接的去找这个 呃 3x3的话呢 会比较好解一点 啊 会可能会比较好解一点 呃 所以我们这一题呢 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其实也是说 找逆矩症丢过来 我就可以找到了 so 逆矩症呢 计算 这个应该是按计算机得到的 诶 我们可以按计算机得到的 要不要学一下 我也教一下吧 呃 我来看一下啊 呃 所以接下来哦 我可能会下个礼拜再讲解一下 这个部分再稍微讲解一下 逆矩症呢 其实 你写一定要写出来你怎样知道 哦 呃 呃 但是计算机的其实是可以按得出来的 所以我先教一下啊 呃 呃 这个MOD啊 你按几下呢 你出现到这个MAT啊 MAT是代表MAT 然后你按2号 MAT 所以首先我们想要 Define那个MAT Shift 这个MAT 看到吗 啊 他就会出现到这个 呃 这两个是什么用呢 我又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首先是先放这个DIM 呃 DIM算是什么啊 好像是先定义一个 呃 MAT 出来 定义ABC你要定义哪一个 我就定义A好了 啊 我们通常是3乘3 嘛 M是3 M也是3 啊 假设 他就告诉你第一个位置是什么 就是这里啊 我可能就key in这个进去啊 1 啊 这个-2 呃 -1 -1 然后1 然后4 第二列啦 -4 1 1 在第三列啊 1 2 -1 -1 对吧 OK 呃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啦 1-1 1 1 应该没有问题 4-1 也没有问题 1 2-1 OK 得到了 我们已经准备了 我们已经准备了 所以我们要找这个A的负义次方怎样找 我们先要调那个MATRIX出来哦 他还是按Shift 4 MATRIX看到吗 3 啊 然后1 所以就叫那个MATRIX出来 呃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到那个负义次方 负义次方在这一边 你要 你不要写1除以这个MATRIX A啊 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这个负义 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你这样按 按了的时候 因为他以分数来表示 看到吗 所以我们这样按 这个是第一个 他就会给你一个一个给你 9分之1 9分之2 啊 再按这个 9分之1 再按右 3分之1 呃 再按下 也是3分之1 这个位置 再按左 啊 负9分之2 再按左 啊 9分之5 再按下 哎 啊 3分之4 啊 假分数 啊 再按左右 啊 负3分之1 再按右 得到0 OK 这个计算得到这个 我们要写出来 是蛮蛮蛮 蛮麻烦的 这个他是按计算机给你 然后再沉进去啊 啊 就会得到你要的东西 啊 OK 答案就是2 1 3 OK 所以高次键行业法也是可以用高次键行业法的方法来做 呃 然后 有一招叫做Cramus Rule 我不知道为什么理科班没有耶 啊 所以我下个礼拜我会再介绍一下这个高次键行业法它到底做了什么 啊 因为时间有关系 所以 呃 我们下个礼拜我会再介绍一下 可能 这一题再讲解一下吧 OK 所以我们停在这边啊 打住一下 OK 啊 然后 呃 可能我在用手算的一个方式 让你看下 怎样找这个逆矩症 其实也不 也是蛮麻烦的 啊 所以前面的部分你们先 呃练习一下 啊 做手探 OK 所以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呃 请做功课 我会在Google Cashflow那边 啊 放那个 然后放那个 功课给你们做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